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呦 臭不要脸 过来了 别动啊 别跟我动手动脚的 有媳妇知不知道 你有媳妇跟我有啥关系 我告诉你啊 我媳妇老厉害了 正宗东北妞 特别虎娘们 一会儿她要看你跟我纠缠不清的 连你带我一块脑 知不知道 你有媳妇也得解决咱俩的事吧 不是 我跟你有啥事啊 来 往这儿走 走的 你这车刚才给我车门子刮了 哎呦我天啊 我这大二八八年小QQ车门刮了 我还以为我长得花绒月猫的 你想调戏我呢 对美的你 不是 姐妹我就开个玩笑 打破一下尴尬气氛 你看看就这个事它是个意外 但是这个意外确实是因为我 这么的我滚 哎呦 挺张的 那当然了 作为一个大老爷们 最重要的就是有责任有担当 既然这个意外已经成为事实了 那你放心吧 我绝不抵赖 这件事我负责 等一下 这个事你负责呀 对 你先别管我叫老公啊 在这事没解决明白之前 我不一定是你老公 哥们你给我过来来 你刚才说的事实是什么事实 意外是什么意外 就关于这个意外吧 就是我跟她之间呢 有一点小摩擦 小碰撞 发生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小事故 至于事实的话就特别明显了 都已经摆在这了 我就说这彩票没那么容易中啊 大哥 你贵姓呢 免贵姓宝 师父还去我家隔壁呀 你别说话啊 郭子千 不哭 你要坚强的面具真一切 不哭你就输了 不哭 老公你干啥呢 我干啥呢 你这个造型你让我脸往哪儿搁 你看出这样的事 你让我脸往哪儿搁 快快快手呢手呢 咋的 你过来你过来 咋的 你那么激动干啥呀 这事我不应该激动吗 不是你等会我屡下人物关系 你是她老公啊 对 那姓慧 收回家 我不要脸呢你 不是你看你别这么暴躁 我能问你个事吗 你说 我跟她发生那个意外的时候 你在场吗 我要在你港吗 那你都不在场 你有什么发言权呢 这件事里边也没有你 我跟她的事我俩解决行不行 行 你俩解决好不好 你放心啊 解决你卖干啥 你看啊咱俩这事既然已经出到这了 我应该怎么办你就说吧 一千块钱 一千行 一千块钱就行啊 一千块钱抹平就完了呗 抹平就完了 一千块钱抹的平呢 我说兄弟你师父没听懂啊 你媳妇要的一千块钱 我说我给 钱你是给的 那抹平这个事实的后果怎么办 那一千块钱不就是为了抹平事实的后果吗 你俩太不知人了 姐妹你老公是不是想讹我呀 我就是 老公啊 被给人讹跑了 那抹平的后果不得你承担呢 我就只要跟我承担了这 你别这样啊 你先别生气 那个我知道就出现这种事吧 谁心里也不好受 这么的 我先道歉行不行 我对你表示十二万分的歉意 我对不起 对不起就行了 不是那他说要钱 我都说我给 你要觉得这个解决方式不行啊 你说个手 这么的 这事是我的责任 我负全责 就大的小的我都负责 大的小的都要 一个都不给我剩啊 啊 我说兄弟那你现在这样 你不等于逼我的吗 那这件事 他我也特别无奈 他毕竟这个事 就是一个意外 而且这种意外的发生几率 还非常低 你是不是看我换眼淡了啊 不是我看你啥啊我呀 你拍的谁 不是我没来的 兄弟你冷静冷静 你冷静冷静 哥非你挺会玩啊 喝钱还摇一摇 是不是 你干啥啊 你想 我没有 哎哎哎哎 兄弟 不是你别急 哎哎哎哎哎 放下来 轻拿轻放啊 哪儿拿的放哪儿去 哎呀 过来来 你这干啥 干什么 不是出事了 我那自行车给人车门子刮了 这么不小心呢 你刮车你赔钱 你扛他干啥呀 不是我扛他 他跟我嚼下 我感觉他想讹我 事事 真不明白 我去问问他咋回事 大兄弟啊 哎呦 这家咋还哭了呢 遇到这事谁能悟哭啊 这点小事你不至于啊 这么大的事不至于吗 至于至于啊 那出现事咱就解决问题呗 是不是 对没毛病 那姐妈 我老公刚才跟没跟你说 这事他咋解决呀 我说我要一千块钱 他说行 对 那你掏钱 哎 这个事就不是拿钱能解决的事 不行 没完没了的呢啊 这也就是碰上咱俩都是讲理的人了 你知道不 这要是一分钱不给你 你都没这儿说去 不是媳妇 你那话说的不对了 这事的毕竟真是我干的呀 是 你看 他都承认啊 要不咋说老公爷们呢 我跟你说 你这事啊 你弄不好 你走保险都不好走 贼费劲 你要不然这么的 咱一人退一步 行不行 老公 咱再给大姐多拿五百块钱 行不行 晚上再给姐介绍个人事 我大表哥 全夜整这个的 正规抢手 能开发票 那么老平 你能开发票吗 我都每天报 我这是太烦人了呢 老公啊 你老妹挺诚恳的 在说的这事儿也不是都赖他们 也是我自己没看住 我说你 你怎么能没看住呢 不是不是兄弟 赖我赖我啊 你们到底想咋的啊 你太欺负人了 我看一下干什么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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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了你 你老师 都会摇一摇哈 那个姐妹 你别生气啊 我为啥这么生气你知道不 你老公这事儿整的 太磨叽了 那心价太小了 你看咱家你大哥 哎呀 心里有点啥事儿 自个儿整明白的 上回也遇到会这事儿啊 钱都没要 自个儿就整明白的 咔咔咔的 自己能办的事儿 我不求别人 哎呦 那你这太爷们儿了 我跟你们说啊 姐妹儿我也是常恋儿 这事儿拉宝 哎呀 拉宝 姐妹儿 你要这么整我 咱以后可就一家人儿了 亲姐妹儿 姐妹儿 赶紧给大姐留个电话 以后咱一家人处 礼拜六咱们集里去地湖 咱泡温泉去 泡温泉去 泡温泉去 说啥呢 太复杂 不明白 你仨心太大了 兄弟我真得说你两句 这跟心大心小有什么关系 遇上一点小事儿 你就一呼二闹三上吊 你还像不像个爷们儿了 大老爷们儿内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你得阳光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俩字儿 你得开心 对 我开心不起来 我的人生啊 我的三观啊 我滚出你们的神仙吧 不是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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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真没有本地了这是啊 你老公就是个奇葩啊 就这么点事儿我都赔钱了 怎么还不依不饶的呢 哎我的妈呀太丢人了哎呀妈 我老公平时整不这样 你今天也不咋的呢 从医院 哎呀妈呀 咱咋跟他捞的不是一个事儿吧 你这里还有别的事儿吗 还有别的事儿吗 我检查出来我怀孕了 他检查出来他不能省 然后你说你负责 他是不是以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我你 推美的你 买啥买吹去吗 不是不是不是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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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解释一遍啊 不然姐妹你也别着急啊 咱一起跟他说明白就没事了啊 快点的走 快点走 快点走 快点走